主料,猪瘦肉250克,胡萝卜60克,洋葱60克,补料,葱10克,姜15克,蒜20克,盐3克,鸡精2克,白桃10克,胡椒粉5克,料90毫升,酱油5毫升,香醋10毫升,纯白米醋10毫升,苏达1克,干电粉,准备时间,10-20分钟,制作时间,10-20分钟。 原料图,猪瘦肉,胡萝卜,洋葱,鸡蛋,青椒,葱,姜,蒜,先把猪肉切成菱形块备用,蒜开碎末,葱切少丁,香榭末备用,洋葱,青椒,胡萝卜各切片,切成菱形块也行,好看一些,勾兑碗芡,按顺序放盐,加胡椒粉,加鸡精加糖加料酒加酱油加香醋加纯白米醋加干电粉加精水, 料室碗里的淀粉彻底溶解 在切好的肉断里,放入一克酥达粉抓匀,腌制20-30分钟没有 腌制后,用清水清洗,一边酸干,开始爆调料马味 盐加胡椒粉加料酒,加蛋清加干淀粉,抓匀 要把淀粉均匀的粘附在肉上,要干一些为好,如太嘎可加点水抓匀 锅制火上烧鱼热,加入适量的油,烧至五成热时开始炸肉 要一块一块地下入锅里,烧下锅后不要急着动它 使之凝结定型后再搅动一下,炸匀 炸到五成熟的时候立即捞出,放入鹿烧里 注意事物成熟,不要炸熟了,全部炸完后 把油温提高到七至八成热,再把豆下锅复炸一遍 使肉照着焦脆,外皮金黄牢猪 从这一步开始,要作战作绝,大火快炒 锅中留少许底油,下入葱姜蒜煸炒几下 放下入其他蔬菜配料,青椒洋葱萝卜炒匀 炒匀后,倒入炸好的肉段 然后,急速倒入勾炖好的碗芡 用大火翻炒树下,变合出锅马盘 OK,烹饪技巧 一,碗芡要勾兑的多少浓稠合食为一 以炒好后,能把炸火鱼又不忘之为好 二,炸肉时,一定要复炸一遍 先切炸至五成熟 然后再用切成热的油温炸至金黄浇炸白纸 油温一定要掌握好 炸的时间不移不久 否则就达不到外焦里嫩的效果 三,自为火候菜 操作环节要迅速 除去准备工作 烹制时间只需五到六分钟 尤其烹制的时候 动作要快 否则就达不到外焦里嫩的效果 如果喜欢本视频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